修复心灵的漏洞,安装爱的补丁 大家好,欢迎来到心灵回收站 送走今天最后一个客人 我准备收拾东西回家 妈妈,我不想看医生 乖,看了医生,我们病才能好 又是一个害怕看病的孩子 那孩子侧过头,跟我丈夫周一鸣特别像 小朋友,你怎么了? 看到我,那男孩明显胆怯了一下 缩到他妈妈身后,看到正脸的瞬间 简直就是缩小版的周一鸣 跟婆婆家中摆的照片简直一模一样 当我清楚结婚前 周一鸣就已经被判定蝌蚪坏死 他怎么可能会有孩子 他妈妈看了看我身后的诊室 我们不是来做亲子鉴定 马上拉着孩子走了 我打电话给周一鸣说要跟他聊聊 见我这么慌张 搞不好是周一鸣在骗我 忙完了吗?一会接我下班吧 我跟周一鸣结婚七年 跟行婚差不多 当初我就是知道他精子坏死 才答应结婚的 说吧,什么时候有个私生子 于迎山,你有病吧? 你难道不知道我早就生育细胞坏死 周一鸣能直言不讳 我也挺意外的 我拿出手机拍到的男孩照片 周一鸣瞬间吃惊了 不打算解释解释 或者现在还不想说实话吗? 我确实有过一个前女友 直直无无半天 她为我打过胎 但在那之后我就不行了 周一鸣 我没想到你是真人渣 周一鸣没再说话 我看着她的样子不像说谎 最好这孩子跟你没关系 晚上我去睡了客卧 顺便在卫生间取到了一点周一鸣的DNA样本 等什么时候有机会 查查真相 第二天又看到了那个男孩 家长没跟在身边 我借着跟孩子说话时候 取到了一点头发 加个微信吧 我想以后会用到 男孩的母亲还是没同意 觉得我很奇怪 我就是觉得跟您挺投缘的 最后我还是成功的第一步 加到了微信 翻看朋友圈 没发现什么特别的地方 鉴定结果很快下来了 鉴定过这么多次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结果 来我这里做亲子鉴定的 除了绝非亲子 就是百分百的 但周一鸣跟那男孩的鉴定结果 数值也高达百分之九九 证明有亲缘关系 更有可能是父子 阮女士 可以见一面吗 我们好像才见过两次 你有什么事 事情有些复杂 我们见面聊 我准备好周一鸣和那孩子的照片 去见那女人 我怀疑周一鸣出轨 可这两个人 似乎没有交集存在 我很赶时间 有话你就说吧 我拿出照片对比图 放在咖啡桌上 这是我丈夫跟你儿子的照片 看看吧 你这什么意思 你丈夫关我儿子什么事 看到照片的时候 很明显 对面的女人也很惊讶 我儿子就是我儿子 长得像的人多了 没等我拿出亲子鉴定 那女人就甩脸子走了 似乎我有点武断了 自从我跟周一鸣结婚以后 他精子坏死的消息 在有意之人的传播下都被知晓 周一鸣 这孩子肯定跟你有关系 跟我能有什么关系 于迎山 你想离婚是吗 本来这段婚姻 就是为了让彼此父母满意 离婚对我来说 不是个很好的选择 我只是想知道真相而已 你怕了 我承认我曾经捐献过精子 看着周一鸣憋红的脸 我觉得有些搞笑 知道自己会有这么一天 急着留下人传宗接代呢 我知道了 这是不怪你 其实我并不太相信周一鸣的话 但我不能离婚 至少现在不能 那个孩子除了在DNA比对上 跟周一鸣有些出入 其他地方跟他太像了 我得搞清楚 没几天 那个女人戴着口罩墨镜来找我 交给我一些样本 很明显 女人对自己孩子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七天后 女人来拿结果 女士 您要的报告结果 建议在这里看完再走 看她惊恶的表情 不出意外 应该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你这报告有问题吧 她质疑的声音并不突然 知道 你可能会质疑 我专门做了两次 阮女士 我邀请她去我的办公室 看样子 她挺魂不守舍的 还没等我说什么 她就很慌乱地开口 我没做过对不起我老公的事 看我没说话 更着急了 这孩子 怎么可能不是我老公的 我了然了 周一鸣没有出轨 但那孩子怎么回事 您先别着急 可能有别的误会呢 就听她讲起这孩子的事 我跟我老公结婚两年 一直怀不上孩子 去医院检查 只能做试管婴儿 我这孩子就是这么来的 随着孩子长大 跟家里人越来越不像 但没人注意这些 难道是当时的医生搞错了 这种事情是不敢想象的 但似乎解释是最合理的 所以这个孩子很有可能 就是我老公的孩子 你跟我老公的 我俩都不太能接受 这个可能的事实 我提出找到当初的医院查看资料 当时的医院已经倒闭了 主管医生我也找不到了 阮尚琴抹着眼泪 很是手足无措 他应该跟他丈夫感情很好 没想到唯一的爱情结晶 却不是他们的 我们总会有办法的 要是周一鸣父母知道 他有这么大的孩子 肯定特别高兴 但我爸妈那里怎么办 其实除了这种可能 还有别的可能对不对 那要不 你跟那孩子再做个亲子鉴定 最万全的确定方法 就是两个人同时跟孩子 再做一次亲子鉴定 与女士是吗 我联系到当时的医生 所有的记录都证明 当时试管并没有问题吗 听到这个回答 也让我一时犯了难 那我们就等鉴定结果出来 再做打算 一边应付着阮尚琴 每天还要面对周一鸣 那张臭脸 还要冷战多久 周五妈生日 我们还要一起去呢 那是你妈 周一鸣 咱俩结婚这么久 你妈有正眼看过我吗 而且这次的事还没完 我跟周一鸣闹得有些不愉快 回想当初 就算周一鸣精子坏死 愿意嫁给他的职友我 那家老夫人也看不上我 等了几天 阮尚琴那边的 鉴定结果也下来了 我跟阮尚琴紧张地 拿着手中的报告单 都害怕这个结果 阮尚琴跟她的丈夫很相爱 如果是母子关系 这段婚姻就没办法维持了 而以周家老太太的性子 肯定要抱回孩子 打开吧 我跟阮尚琴齐声说道 周一鸣他妹周一燃正好来了 嫂子 你在看什么 看到周一燃的时候 阮尚琴表情明显不是很自然 一燃 你怎么来了 听说嫂子最近跟我哥闹了点不愉快 我就被派来了 我对周一燃这个饰勺 且最甜的小姑子很有好感 尚琴姐 那我们一会再看 阮尚琴很快点了点头 自己找了个地方坐下 一燃 嫂子给你拿你喜欢的橙汁去 等我出来的时候 阮尚琴已经走了 桌上的报告也被带走了 我把橙汁放在周一燃面前 还没说话 就被她拉住了胳膊 嫂子 后天妈生日 你跟哥一定得来 我答应了 周一燃就很快离开了 总觉得哪里有点奇怪 于女士 结果我看了 我必须当面跟你说 一会我还会去找你 行吗 语气是一种说不上来的慌张 结果肯定很糟糕 你看看 这是什么意思 跟那天孩子跟周一燃的鉴定结果一样 有血缘关系 也有可能是母子关系 这一下子 着实让我俩犯了难 当我们都还在疑惑的时候 周一燃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是我那个恶婆婆的声音 于盈山 你房间那个鉴定结果 那孩子现在在哪 我们家一燃的孩子 你都敢藏着 后天给我带过来 胡搅蛮缠 就是说的我婆婆 一个乡野村妇 有个当经理的儿子 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 周一鸣把这事告诉老太婆了呗 尚情姐 你放心 我能应付 老太太生日当天 我没跟着周一鸣一起 还没到门口 就等到老太太扯着嗓子喊 让周一鸣滚蛋的话 我刚要敲门 就见门打开了 是狼狈的周一鸣 回想我们这几年 虽不能说是秦司和明 但也相敬如宾 周一鸣头上还冒着血 我第一次见她这么狼狈 老太太看到是我 着急看我身后 带着什么人没有 打量的目光在我身上还事 没找到想要的结果 就准备上来拽我的头发 我立马后退了几步 想要放下东西离开 鱼营山 你跑什么 还没学会喊人 别看老太婆年纪大 可是泼妇得很 一把拽住我 把我拖进了屋 周一鸣也跟着进了屋 屋子里没几个人 除了我公共就是小姑子 厨房已经摆满了做好的饭菜 我被老太婆 一把甩在了沙发上 然后她坐下与我平视 周一鸣靠着我也坐了下来 老太婆没发话 没人敢管周一鸣是不是在流血 空气寂静了几秒钟 老太婆开口了 毅然 带你哥去医院包扎一下 周一鸣拒绝了 估计也不想我被刁难 说过不好的话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盯着那不善的目光 周一鸣拽着周一鸣走了 我公共也被遣回房间 鱼营山 我的话你都敢不听了 我没说话 有些发出的 嫁给周一鸣之前 我就知道她妈不是个好对付的 我俩结婚搬出去住 除了几个重要节日一般不回来 老太婆的气焰更甚了 明知道是自己孩子出了问题 还总怪我怀不上孩子 骂我的职业是祸害人的 要不是不想有孩子 我也不会选择嫁给周一鸣这个妈宝男 怎么 没张嘴呀 妈 我没 您说 我听着呢 这老太太典型的吃软不吃硬 我得顺从这些 怎么 还想瞒着我们一鸣把孩子接回来 妈 你说什么呢 哪来的孩子 老太婆直接把鉴定结果甩在了桌上 接着又拿出我当时给周一鸣看的照片 我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 鉴定结果 还有这照片都明明白白 这孩子就是我家的孙子 我就知道肯定是东西泄露了 但这些东西我明明放在办公室里 妈 这是一鸣给你的吗 于盈山 你问这干什么 要怪我们一鸣吗 老太婆听见我的质问 直接重重拍了下桌子 也没接着听我解释 只跟我说 明天必须把孩子带过来见他 我没答应 就被老太婆扇了一巴掌 很好你扇我 看我回去怎么对待周一鸣 我愤恨得不行 直接摔门走了 连礼物也没留下 反正我也不亏 这生日聚餐 都不高兴正好 回到了 周一鸣已经去医院上过了要休息了 我一拳打在他受伤的额头上 他被疼醒了 绷带上也冒了血水 我敢动手 就知道周一鸣不可能还手 没等他反正过来 我就直接发问 周一鸣 今天的事是你告诉你妈的 不是我说的 周一鸣强忍着疼 看着我解释道 不知道妈他怎么得知的 反正我会处理好的 这话我没信 要是真有把握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迎山迎山 有个老太太找过来了 接到阮上琴的电话 我马上放下手上的活 按照地址找了过去 果然是我那个不让人省心的婆婆 我到的时候 老太婆正在跟阮上琴抢夺着孩子 这孩子就是我们家一民的 得跟我们回家 老太太您放手 孩子要受伤了 我一把冲过去 拉开老太婆 并把阮上琴母子拦在身后 好啊你 于盈山 让你把孙子给我带回来 你不 还敢阻止我 眼看围着看热闹得越来越多 有人甚至要架起手机拍照 我拽住老太婆的袖子 你不想让人看笑话 就跟我回家 我看着那张令人厌恶的嘴脸 冷淡地说道 我那恶婆婆一把抢过孩子 抱着就往家里走去 我安抚着阮上琴 扶着她一起往车里走去 车后座 老太婆跟阮上琴都紧紧挨着孩子坐着 一人拉一只胳膊不放手 这孩子倒是安静得很 一直都没哭闹过 我看不下去 直接拐到小路 一加油门到了家里 妈 你能放开孩子吗 手腕都泛红了 是快的老太太恶狠狠 瞪着我 倒是没有继续纠缠 慢慢松开了手 屋子 我们四个人坐下 公公和小姑子都不在 老太太 您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的孩子 阮上琴委屈巴巴地看着我 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 跟我家一民如出一辙的脸 就是我家孙子 老太婆得意地扬了扬头 要不孩子给我们 要不你离婚一起来我们家 这话听着没有一点王法 仿佛给我们三个人都下达了命令 必须执行 我偷偷给周一民发消息 让他赶紧来处理 门铃这时突然响了 我想着周一民来得倒是挺快 我跟老太婆抢着想去开门 门就被打开了 出现的是小姑子和一个不认识的男人 江燕 你怎么来了 阮上琴的目光看向门口 神情很不自然 没猜错的话 门口这个男人应该就是阮上琴的丈夫江燕 妈 这是江燕哥 来我们家做客的 听到这话 阮上琴的脸突然就黑了 门口叫江燕的男人看到阮上琴受伤的目光 立马冲了过去 一把抱住他 也没问为什么自己的妻子会出现在这里 原来嫂子也在啊 也不知道他这个嫂子喊的是谁 周一然似乎不太简单 转头一看 老太太一直盯着高大绅士的江燕 眼睛都笑弯了 就直接说 都是客人 都是客人 毅然快好好招待 我们的这场对峙 因为周一然和江燕的到来中断了 直觉告诉我 我这恶婆婆是看上了江燕 周一然跟江燕似乎也不一般 第一次到男人回家 还是个已婚男人 整个做饭的过程都挺和谐 周一然一直在表现自己 好在江燕只在意自己的老婆孩子 快开饭的时候 周一鸣终于赶到了 可出现得太不适时候 饭桌上简直就是修罗场 看看 这孩子跟我家一鸣长得多像 江燕脸色瞬间变得不太好看 隐隐染上一股怒意 老太太 您这是什么意思 这孩子实在跟周一鸣长得太像了 简直就是周一鸣翻版 我说的可不就是吗 这孩子就是我家 妈 注意场合 好在周一鸣及时制止了老太婆的话 阿姨 我们先走了 妈 我跟迎山也走了 这顿饭吃得不欢而散 也不知道尚秦姐回去会怎么跟江燕说 江燕跟周一鸣出现的也太突然了些 周一鸣 你回家吧 我最近想搬出去住 于迎山 别闹了好吗 第一次真的觉得很无奈 没用的老公 恶毒的婆婆 当时催婚的父母 这事情可还没结束呢 盯着那张脸 我冷静了下来 我并不觉得那孩子就是周一鸣的 饭局不欢而散的第二天 我又接到了阮尚秦的电话 迎山 怎么办 我不想放弃我的孩子 后面的话还没说完 我就听见阮尚秦的一声尖叫 还好上次互相留了地址 我立马把手里的活交给助手 就去找阮尚秦 我赶到的时候 门是开着的 只见阮尚秦在客厅的沙发上哭 屋子里很乱 到处都是砸碎的东西 尚秦姐 你怎么了 我一把抱住还在哭的阮尚秦 轻拍他的背 哭了一会 阮尚秦终于冷静了下来 开口就是 他们要把孩子还回去 可那是我的孩子啊 我静静听着阮尚秦说话 昨晚上回来以后 我婆婆就来我家闹 怪我生的孩子不是他们江家的 跟我说 要不离婚 要不把孩子送回去 那江燕大哥怎么说 问出这话的时候 我还是有所期待的 他也接受不了 这孩子不是他的事实 果然 是个男人就靠不住 所以 他也没解释 昨天为什么会突然去我婆婆家做客的事是吗 听到我问的话 阮尚秦明显愣住了 又有泪流了下来 那小玉去哪了 我婆婆把孩子带走了 我是真觉得太惨了 都有不靠谱的老公 以及恶毒的婆婆 事实这是怪我 如果我不多此一举去做那份亲子鉴定 也不会这样 两个家庭的解散 可能就因为我那一份鉴定结果 安抚好阮尚秦后 我立马开车去了婆婆家 从窗户那 我看到了小玉哭着被老太婆强 硬抱在怀里 我直接砸门 让他们把孩子还给阮尚秦 正在我跟老太婆争执的时候 接到了一通来自孤儿院的电话 您好 是余女士吗 我们是幸福院孤儿院 这里有一封属于您的信封 需要您来这里签收 我觉得很奇怪 什么信封会寄到孤儿院去 听到孤儿院三个字 老太婆立马嘲讽道 于迎山 你该不会有什么私生子在孤儿院吧 我真的不想理会胡搅蛮缠的老太婆 妈 孩子给我 不然我直接报警了 听到报警两个字 老太婆有了反应 说了声 晦气 还是松开了手 小玉 跟阿姨回去找妈妈 我抱着小玉上了车 导航去那个幸福院孤儿院 拿信封 阿姨 你可以带我回家吗 一个跟小玉 差不多的孩子 拉住了我的手 脸脏兮兮的 长得却很精致 院长 这个孩子 没有人领养他吗 院长没说话 只是摇了摇头 让其他看护人员 把那个男孩抱走了 阿姨 我叫小松 记住我的名字 小松 我轻读了下这个名字 还是转身走了 快要下车 小玉说了声 阿姨 信封下有个纸条 我拿出一看 我想要回家 五个大字 歪歪扭扭的 原谅我孩子 阿姨现在还不能领养你回家 我敲开了阮尚琴家的门 看到孩子的那一刻 软尚琴又绷不住了 尚琴姐 我们先进屋吧 外面冷 软尚琴跟小玉互相抱着 靠在沙发上 短暂的分离 对这对母子来说很痛苦 我打开信封 亲子鉴定 四个大字映入眼帘 鉴定结果显示 不支持亲子关系 证明小玉与软尚琴 绝对不是母子 我吓得把结果扔到了地上 软尚琴注意到我的异常 迎山 你怎么了 要伸手拿起地上的东西 尚琴姐 我没事 我快速捡起结果 说了句 先走了 如果这份鉴定结果是真的 那当初那份是谁掉包了 目的又是什么呢 小玉不是软尚琴的儿子 难道当时孩子是被掉包了 我回到办公室 拿出了一开始做的那份鉴定结果 并没有异常的地方 是我们鉴定中心的章 也是我做的鉴定 嫂子 你在鉴定中心吗 看到是周亦然发来的消息 我没想理会 紧接着电话也打过来 嫂子我害怕 我能去找你吗 嗯 没个几分钟 周亦然就到了 意外的是 送她来的是江燕 果然跟周一鸣一样 不是什么好货色 江燕 你不陪着尚琴姐 倒是会给别的女人献殷勤 连带着周亦然 我也没给好脸色 嫂子 江燕哥想跟尚琴姐离婚 妈也想让我们在一起 帮帮我们吧 以前没发现 周亦然这么差 恶不恶心 我打了周亦然一巴掌 连带着踹了江燕一脚 我气愤地把江燕拽出门 想骂醒她 一个有妇之夫 干这事 对不起尚琴姐 等着净身出户吧 江燕冷漠盯着我 叹了叹气 这样的结果 不是你造成的吗 这时候周亦然哭着跑了出来 离开的时候 嘴角似乎有些上扬 我突然想到什么 回到办公室 没什么东西丢了 摆放的地方也没异常 上琴姐 见一面吧 对面的声音 冷静得可怕 有种事态发展不受控制的感觉 不用了迎山 我选择离婚 孩子我带走 没等我说别的 老太婆的电话打了过来 于迎山 我孙子明天就回家 你准备准备吧 准备什么 离婚吗 又被挂掉了电话 感觉自己陷入了一个局 鉴定结果的纸上 多了个指纹 为了找到那个真正的孩子 我还留了一手 只要有人碰过 纸上会留下浅浅的指纹 会是你吗 周亦然 第二天 我选择跟周亦民 一起去老太婆家 一进门 就看到阮上琴 带着小玉坐在沙发上 对面坐着江燕跟周亦然 大家都在啊 周亦民这一生 沙发上几个人 都齐刷刷看着我们 哎呦喂 亦民来了 看着周亦民 老太婆明显很热情 转头看到我的时候 不嫌不淡说了句 你也来了 都坐吧 今天让大家都来 是说什么要紧的事吗 我不嫌不淡吐出这句话 眼神死死盯着江燕 与周亦然交缠的手 迎山 这还不明显吗 你跟义民离婚 上琴跟江燕离婚 果然是要我们离婚来的 然后呢 当然是让我孙子认祖归宗 我家亦然 可是要跟江燕结婚的 至于上琴 当然是要嫁给我们义民 听到老太婆这话 我只觉反胃 都安排好了 让我的意义在哪里 听你们 所有人都商量好 给我下最后通牒嘛 周亦民拽了拽我的袖子 让我注意自己的分寸 那你什么意思 周亦民 带着你的孩子认祖归宗 我不死心 转头看向坐在角落的软上琴 还有上琴姐 你也这么想的吗 听到异口同声的 嗯 我转头要走 对了老太太 可能孩子不是你家孙子呢 你别挑拨离间 于盈山 我被老太婆气愤地甩了一巴掌 明天 民政局离婚 周亦民 我总觉得离婚 对周家一家人来说 太过于简单了 盈山 听说你要跟亦民离婚 正想着我父母的一通电话打了过来 爸妈 没有的是 在我们家族只有丧偶 离婚是不被允许出现的 于鉴定师 您可以回来一趟吗 怎么了 助手打来电话 听他的语气很着急 咱们鉴定所门口有个孩子飞吵着要找你 等我赶到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脏兮兮的小孩子蹲在门口 估计是听到我来的脚步声 他扭过了头 阿姨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定睛一看 是那个孤儿院的小朋友 小松 你怎么在这里呀 助手也听到我的动静 打开了门 于鉴定师 这孩子非得等着你 还不肯进屋子 没事助手 我处理就好 我把这个瘦弱的孩子抱进办公室 让助手准备套安静衣服 小松 你怎么找到阿姨这里的呀 阿姨 我真的好想你 校长虐待我 声音渐渐染上了抽气 没得到问题的答案 我轻轻拍拍他的背 安抚他 就听到他不停地咳嗽 估计是感冒了 于鉴定师 衣服来了 换衣服的时候 我看到小松身上 深深浅浅的身痕 他们一直都在虐待你吗 我说话的声音颤抖着 我轻轻抱住小松 给他力量 没事的 阿姨不要把我送回去好吗 看着小松那双泪眼 我虽没孩子 却心疼不已 阿姨 也不要问我 怎么找到你的好吗 我摸了摸他的头 没说话 准备带他回家 今晚上应该是周一鸣 加班的日子 出了电梯 周一鸣 周一然 老太婆 齐刷刷站在门口 还没离婚 于迎山 你就急着带野种回家 不出意外 还是老太婆 想找我的事 妈 你这可阴阳怪气错了 有私生子的 可不是我 我拉着小松 挤开了挡门的三个人 门开了 我直接关上 对了 门锁已经被我换了 于迎山 你想干嘛 还不给我们开门 小表杂 你带着野种进门 把我们关门外 各种难听的话 一个粗鄙的妇人 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 周一鸣 离婚冷静期一个月 再着急结婚 也得等着 甩下这么一句话 我就打电话给物业 让给他们拉走 还好 这房子当时在我名下 迎山 我是站在你这边的 阮尚琴的号码 发过来这样一句话 尚琴姐 我该相信你吗 白天 阮尚琴那个笃定的态度 并不像假的 她是真的要离婚 带着孩子进周家 阿姨 你怎么了 不开心 因为刚才很凶的婆婆吗 小松轻声问着我话 我瞧着她认真的模样 领养个小孩也不错 明天阿姨带你去孤儿院办领养手续 阿姨 不要去 听到孤儿院三个字 小松惊吓地呼出了声 我有点不明所以 阿姨求你 不要去 好 我没管门外的情况 带着小松洗了澡 哄着她睡了 第二天早上 手机推送新闻 幸福院孤儿院 昨晚发生火灾 幸当晚孩子们集体出游 无人伤亡 小松刚从那里跑了出来 孤儿院就遭遇了火灾 一切巧合得离谱 我看着床上睡得香甜的小松 只觉得她的眉眼很像一个人 像谁呢 想到了江燕 昨晚脏兮兮地没注意 现在仔细一看 跟江燕很像 助手 准备好鉴定的东西 我一会就过去 我轻拍小松 唤醒她 小松 跟阿姨一起去上班吧 她刷完牙 我取走了牙刷 尚情姐 你会站在我身边对吧 尚情姐 带一份江燕的牙刷 过来找我吧 两件东西都准备齐全了 我让助手带去了鉴定室 尚情姐坐吧 挨着阮尚情坐着的就是小松 不出意外 看到小松那一刻 阮尚情也有些震惊 因为小松跟江燕眉眼太像了 你才是我的孩子吗 才 我记得我并没有告诉阮尚情 小玉不是她孩子的真相 阮尚情紧紧抱住了旁边的小松 小松一直在挣扎 尚情姐 你冷静点 小松害怕 我伸手把小松抱了过来 尚情姐 你都知道了 可能小松才是 我没往下接着说 阮尚情的话语置地有声 迎杀 我们一起寻找真相吧 我跟阮尚情就开始查找当时的真相 从孩子被换 到鉴定结果 两次大的吊包事件 有一只手在牵引我们找到真相 于迎山 离婚协议 你什么时候签 还有财产 最好你一分别多拿 恶狠狠的老太婆 一点不放过挤压我的机会 妈 好歹我跟一鸣也生活这么些年 总归是有感情的吧 而且孩子我也可以接受的 对于老太婆那边 我选择怀柔政策 小玉跟周一鸣那么像 没准就是周家丢失的孩子 但没听说有这样的事情 鉴定结果出来了 小松才是江燕和阮尚秦的儿子 不存在什么借经生子 只是被暗箱操作了 隔天 鉴定所门口出现一张照片 两个小玉 不 是两个周一鸣小时候 周家 只有两个孩子 是周围邻居都知道的是 周一鸣 你有什么双胞胎兄弟吗 你胡说什么 眼看这里行不通 我把矛头转向周一鸣 周一鸣 见一面吧 你挺有一套呀 我不理解 为什么非要是江燕呢 周一鸣的脸上 没有任何的难堪 反而觉得很得意 那说明我有本事 想要的男人自然要搞到手 你可比你哥有手段多了 我哥那个废物 还不如 管你屁事 到现在 周一鸣的本性 完全暴露 远没有当时的大方之性 简直丑陋至极 不过 我想要的信息 已经知道了 那祝你能一直这么好运了 肯定周家 有个不能说的秘密 我回到家 翻了翻周一鸣的东西 发现了一张奖状 奖状的名字 写的是周一国 现在的周家查无此人 可能就是乙世人 我就是周一国 死去的周一国 给我吓坏了 那个暗中的手 难道就是周一国吗 答案 明晚幸福怨孤儿怨废墟 你会知道 我悄悄前往了那里 我设置了紧急信息 如果有任何意外 自动报警 远远就看到两个身影 都穿着黑色大衣 在夜色里显得格外可怕 周一然 真够狠的 对自己亲哥哥也下的去手 周一国 没想到你还没死呢 不过 你的孩子过得那么好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冷冰冰的语气 与同时实在判若两人 所以 干这一切的人都是周一然吗 那个看着就温柔阳光的女生 是干出调包孩子 调包鉴定结果 闹得软僵夫妇分离的人吗 现在似乎还对自己的亲哥哥下过手 你当初为了救我出了车祸 想逃离是我帮了你 我知 是想要我爱的人有错吗 你要揭穿我 想都别想 周一然周深的气质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看到一把很亮的刀子 助手 我这声尖叫 明显震住了周一然 于盈山 既然来了你也别想走 周一然的笑 渐渐变得很病态 一把抓住我 把刀架在了我的脖子上 放手吧妹妹 警察马上来了 周一国我可是你亲妹妹 周一国只是摇摇头 想接着劝他放手 周一然太激动 刀子划破了我的脖子 隐隐出血 这时候 江燕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 周一然 你不想跟我结婚了吗 江燕江燕 你不该出现在这里的 明天就是咱俩约定领证的日子 不该在这里的 我会处理好这一切的 会处理好的 周一然的语气 渐渐语无伦次 刀子拿得更紧了 你快放手 会出人命的 周一国跟江燕齐声喊道 我想挣脱 没想到周一然的力气这么大 我们明天结婚 江燕急迫说出这句话 听到江燕这话 周一然终于有了反应 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感觉脖子那里湿湿的 周一然哭了 其实他也有不得已吧 但当时周一然没有心软 还是拿刀划了我的脖子 我很快晕了过去 后面的是我无从得知 迎山 你醒了 阿姨 你醒了 床边站着的是软上琴 江燕 周一国还有两个孩子 看到我醒了 他们都很激动 我想要起身 因为脖子上的伤太疼 没能起来 迎山快别动了 这是怎么回事 上琴姐你跟江燕哥 迎山 其实这都是我们做的一场戏 目的就是引得周一然露出破绽 软上琴很自然靠在江燕怀里 现在目的达到了 他因为故意伤害罪被抓进去了 弟妹 我要对你说声对不起 我也算是一然的帮凶 但后来我不想他继续错下去 联系到了你 给你线索 还是连累你了 周一国很抱歉看着我 我摇摇头没说话 小玉就是周一国的孩子 小松是软上琴跟江燕的孩子 周一鸣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没来看过我 只寄来了离婚协议书 本来就没有感情 现在只觉得可笑 阿姨 我还是想跟你一起生活 小松晃着我的袖子 带点哭腔 你是有自己家的 小松 我不能答应他的请求 周一国假死 原来是老太婆逼的 不愿承认 就让他成为永远的秘密 我离婚的消息 很快被我父母知道了 我被叫回家 我没想到 等待我的也是一场秘密的揭晓 原来我也是亲子鉴定调包的产物 只是软上琴跟江燕 最后还是离婚了 恶婆婆不止我一个人有 得知自己的身世 我选择保密 最后 我跟软上琴 共同抚养两个孩子 男人最终还是 没法脱离儿子那个身份 成为真正的男人 番外 我是周一然 从小活在两个哥哥的阴影下 家里到处是压迫 母亲的淫威 一直控制着我们 没人敢反抗 大哥在高中时候 为了救我出了车祸 母亲则骂我是个败家玩意 恨不得我去死 他也想脱离这个家庭 控制欲逼死了当时的他 所以我帮了他 他后来成了我们家不能说的秘密 母亲因为大哥留下的遗言 不再责怪我 其实我知道 少一个儿子对他来说 并没有关系 二哥比大哥更听话 更容易被掌控 上大学的时候 我遇到了救赎我的江燕 她是那么温柔 那么耀眼 帮了我那么多 可是软上琴 那个女人太过于烦人 她们总是出双入对 人人现眼 我就像挤不进他们生活的小丑 所以我想要报复 毕了业他们就结婚了 而我还在大学 因为自己未来的生计发愁 我渐渐有了一个计划 我要让他们永远找不到自己的孩子 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 小三代私生子登堂入室 我不哭不闹 却让他们遭到应有的报应 我一直以为我的婚姻还算不错 虽说公婆从不待见我和女儿 但至少许鸣 对我和女儿还是挺不错的 然而就在今年春节 我在婆婆家看到了一对母子 她们的出现彻底打破了 我平静的生活 今年春节 许鸣早早回了她妈家 许鸣是学校老师 一年有两个假期 比较自由 不仅是春节 还有平时的节假日 许鸣也必须回妈妈家 今年为了能早些回娘家 我提前了半天 带女儿去了公婆那里 一进公婆家的客厅 我就直接愣住了 一个五六岁的男孩跪在地上 向公婆磕头 我清楚地听到她在叫 爷爷奶奶 新年快乐 把大红包给我拿来 我不认识这个小男孩 坐在许鸣旁边的是一个年轻女子 她们靠得很近 有一种说不出的暧昧 我来的时候 大家都惊呆了 我皱了皱眉头 公婆的脸上虽然不自然 但还是热情地跟我打招呼 吃饭的时候 公婆第一次给女儿塞了一个厚厚的红包 而坐在许鸣旁边的女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 我想问清楚 但是大家都假装没听见我拐弯抹角的问题 就这一次 我的心里生了一根刺 对这个年轻的女人和小男孩 有更多的怀疑 新年过后 公司收到了大量订单 我父母和我忙于工作 我决定请婆婆过来 帮我带几天女儿 不过我偷偷装了个摄像头 我不觉得我婆婆有多坏 但是我不能相信她 婆婆住下的第二天 两位客人来到了我家 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一个小男孩 那是春节时 那个溜走的女人和给他们磕头的男孩 婆婆一看到小男孩 立刻抱住她亲了亲 甚至比孙女还亲 那个男孩子横行霸道地抢我女儿的玩具 我女儿不给 她就直接扇了她一巴掌 吼道 这是我爸买的 不是给你玩的 他父亲 我家里怎么会有他爸爸 那种可怕的感觉立刻涌上心头 我立刻冲回家 但是那个女人和男孩已经走了 只有女儿坐在推车里 手里拿着玩具 用充满委屈的眼神看着我 而我婆婆在厨房里摘菜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当我回来的时候 她还在微笑 今天回来这么早 你想吃什么 我去做 我的第一反应是严厉地质问她 那个女人和那个小男孩是怎么回事 但关键时刻 理智瞬间回归 就像做生意一样 我从不打无准备的仗 我抱起女儿 靠在她身上深呼吸 试图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妈说 今晚要我和女儿去她那吃饭 直到我上车 女儿突然紧紧地抱住我 哇 的一声哭了 我把女儿抱在怀里 心里满是悲伤 我拍拍她的背 心里暗暗发誓 宝贝 你受了委屈 妈妈不会让你白受委屈的 很快 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刘玲玲约好了 我让她帮我核实这两个人的身份 刘玲玲毕业后开了婚介所 在城市里人脉很广 听了我的事情之后 她立刻严肃起来 伸出手 照片 我没有照片 只有视频 三天 我给你结果 三天后 刘玲玲在我面前放了一个牛皮纸袋 我试着打开它 但她马上按住了它 她眼睛盯着我 你准备好了吗 我深呼吸 打开纸袋 虽然我心里有些预感 但是事实摆出来的时候 我还是惊呆了 男孩的名字叫许进兴 那个有点洋气的女人 是她的妈妈 这孩子出生证的父亲栏名字是许明 而且还有着一张 他们三口之家的照片 照片中的许明笑得很灿烂 和家里老是用平板玩游戏的男人 完全不一样 但他是我老公 许明 这个男人 肆无忌惮地在外面找女人 生了孩子 要不是春节 我撞见了那精彩的一幕 婆婆大张旗鼓地把小三和小男孩带回家 我怕我还会被一些人蒙在鼓里 忍着眼泪 眨眨眼睛 我好久都没说话 手握紧拳头 指甲刺入肉里 差点掐出血来 你打算怎么办 刘玲玲为我制定了几十个复仇计划 她还说 如果不解恨 就找几个哥们教训教训这个渣男 的确 我希望她现在能死 可我也明白 离婚对我没多大好处 而且她家这些年的所有开销 大部分都是我承担的 如果离婚了 我所有的努力都是用肉包打狗 没有回报 我不在乎钱 但吃哑巴亏从来不是我的风格 更重要的是 我想让他们偿还我的女儿所遭受的不公正 我看着刘玲玲 我要你这样做 我告诉她我的复仇计划 我想拿回我所有的资产 让这个家里恶心的人得到他们应得的报应 我的第一步是瓦解家庭 先从许名的弟弟许刘源开始 我让刘玲玲帮小叔子许刘源介绍对象 刘玲玲在介绍人的时候真的很得心应手 第二天就带来了一个时尚漂亮的女孩 她的名字是小宁 而小叔子许刘源已经是盛装打扮了 小宁举止得体 谈吐得体 性格温和 小叔子一眼就爱上了小宁 回到家 她兴奋地搓着手 婆婆也跟着高兴 我关掉手机 看向刘玲玲 这个女孩 我有点担心 希望不要伤害她 伤害她 刘玲玲眉眼忍不住笑了 我们一起光着身子长大 我能不知道你肚子里的花花肠子吗 我选的人你不放心 谁跟你一起光着身子长大的 滚出去 我笑着送走了刘玲玲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不禁笑了 非常期待 由于小宁的家境很好 小叔子不能在她面前丢面子 于是开始找婆婆要钱 而婆婆就开始拐弯抹角地向我要钱 她认为和以前一样 随便问问 我就高兴地把钱拿出来 而这一次 我全当没看见没听见 出去打电话了 我在外面走了一会儿 然后打开了摄像头 家里已经出现了很精彩的场景 婆婆指着许明大骂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懦夫 要不是你弟机灵 那女人早就发现了 你还能过这么好的生活吗 你在你弟身上花些钱怎么了 这个女人有的是钱 你怎么能不拿出来呢 我觉得你是不想 你觉得我们在拖累你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许明面对婆婆的恶意指责 她也有点焦虑 要不是你孙子 我会左右为难吗 你到底给不给 婆婆跳起来打许明 全家人 鸡毛遍地 令人作呕 小宁是刘玲玲的最佳助手 当然她所有的真金白银和服装品牌 都是婚介所的道具 我看到小宁和许刘玲说话时 她的脸上充满了羞涩 但是电话一放 脸上就充满了不屑 而对于许刘玲而言 她认为他们的关系进展迅速 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当然 许刘玲付出的成本也很大 在小宁有意无意地建议下 她开了好几个网贷平台 在紧急联系人的地方 她输入了许明的手机号码 毕竟 只有亲戚 才有更大的机会通过审核 姐 接下来怎么办 刘玲玲向我走来 脸上带着微笑 许刘玲向小宁求婚了 这已经够快了 接下来 婆婆应该出面了 毕竟房子对于结婚这种大事来说 才是最重要的 这些年来 我帮婆嫁承担了很多费用 我婆婆曾经提过 她想在城里买房 她当时说得很好 说不要太大 到时候她白天来帮我们照顾孩子 晚上回去住 这不会影响我们夫妇的生活 我当时也把这件事提上了日程 但是我妈妈不同意 几百万不是一笔小树木 所以这件事就搁浅了 因为这个原因 我婆婆经常偷偷责怪我妈 现在既然许刘玲已经求婚 婆婆肯定会提买房的事 果然 她没敢直接告诉我 而是让许明先通知我 没钱 我冷冷地说了两个字 许明转一转眼珠 盯着我 现在公司的订单那么多 就几百万拿不出来 就几百万 我爷余道 许老师 你说的话这么容易 你为什么不出呢 那是你弟弟 不然还有谁能在关键时刻帮你挡刀 许明脸色突然变了 拿起手机又开始玩游戏 许明让我感到惊讶 他怎么知道公司的订单在增加 他还知道什么 加班回家 婆婆坐在沙发上吃苹果 两岁的女儿站在旁边看着 我回来后 婆婆马上把吃剩的苹果 塞到女儿手里 你回来得正好 我已经和中介说好了 赶紧把房子卖了 你弟弟要结婚了 他需要钱买房子 我扔掉了女儿手里的苹果 看看房子 看了看完游戏的许明 冷笑 好 我婆婆大概没想到我会答应得这么干脆 满脸抑制不住的高兴 但是我脸上接着又说 妈 这房子是我和许明的名字 我同意卖了 就怕你儿子不同意 他怎么敢 婆婆瞪了许明 如果他有孩子 就突然停下来 惊慌地看着我 我茫然地抬起头说 妈妈 怎么了 没事的 没事的 婆婆说了几句 赶紧跑了 我决定把房子低价 卖给刘玲玲 当然 他没有站出来 但是他的哥哥和嫂子站出来了 但当我打电话到房管所让许明签字时 他冷冷地说 我不同意 许明阴狠地眼神盯着我 即使我尽力控制自己 但是也会感到有点紧张 他知道我的计划了 当我选择嫁给许明的时候 刘玲玲就劝我 说这个人可怕又忧郁 你怎么会跟他在一起 该不是凤子成婚的婚姻吧 在我看来 刘玲玲说的男人眼中的忧郁 是一个男人稳重的标志 但是现在 我真的很后悔 我发现 即使我在商界打拼了这么多年 在许明面前 还是太不成熟了 幸好刘玲玲的大哥打来电话 我故意把扬声器打开 大哥在那边愤怒地喊道 于莉莉 你什么意思 你说你想卖房子 我们付了定金 现在房屋委员会一上午都在等你 你想放我们鸽子吗 我告诉你 如果你反悔 我们就起诉你 这也是我提前告诉刘玲玲的 如果我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出现 那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告诉他 大哥给我打电话 我看着许明的眼睛 他那可恶的脸 出现在我眼前 仇恨掩盖了我的恐慌 许明 你想要干什么 你想要什么 我提高了声音 我父母付了这个房子的钱 为了给你弟买房子 我赔钱卖了 我想要什么 是你们自己不同意对方的说法 你不同意 你的妈妈来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 之后 我拨通了婆婆的电话 你大儿子不同意卖房 随后 我把门烹的关上 婆婆和许流源 来到我家门口 我坐在办公室里喝茶 看着视频里的闹剧 还挺真实的 我告诉你 许明 如果我不能结婚 你就不能好好生活 许流源和许明对峙着 婆婆急地拍着大腿 一把鼻涕 一把泪地骂许明 没良心 我告诉你 如果你弟弟不能结婚 我就把你的事 都给你说出去 我去你们学校 告诉你们校长 你家有一个老婆 外面还有一个小老婆 她脸色铁青 抓到许流源 就把她扔出去 瞪着妈妈 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你要这样伤害我 我婆婆有点胆小 不敢说话 我告诉你 如果你敢再谈卖房子的事 许明盯着她的眼睛 好像要吃了她的妈 我跟你断绝母子关系 你不能再从我这里 拿一分钱了 相信和尽兴 闭嘴 许明咆哮道 你现在最好 安静地生活 别烦我 否则 对我不好 我也绝不会让你开心 只见许明坐在沙发上 盯着镜头 我的心震惊了 许明的聪明 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我有一种危险 即将来临的感觉 然后就平静了下来 许明并没有什么动作 假期我甚至不回妈妈家 而是和我女儿待在一起 她越是这样 我越觉得 这是属于暴风雨前的宁静 我猜不出她在想什么 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唯一知道的是 她从来不想和我一起变老 俗话说 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百胜 而我 现在 一点底都没有 公司又接了一笔大生意 但是甲方要求很严格 让我拿出一个只赚钱不亏损的方案 许明时不时抱着孩子走过来 蹲在我身边轻声对孩子说 亲爱的宝贝 看你的妈多忙 亲亲 我们回房间吧 我对女儿只有无限的爱 况且工作太忙 真的需要有人帮我分担 即使是渣男 我也要好好利用他 我真的很忙 暂时没时间报复许明 就在我教计划的时候 甲方改变主意了 吹毛求疵 最后我花了很多钱在这里买新闻 竞争对手之前向我提交了类似的方案 报价却比我们少 面对这种情况 我有点不知所措 公司里有内奸 附近非常生气 想找出内奸 要知道失去这个订单 我们至少会损失一百万利润 公司所有人都慌了 特别是我的助手小心 急忙找我 丽姐 你要相信我 我想相信你 可我要怎么相信你 这个计划只有你和我可以看到 丽姐 小心急地哭了 丽姐你怎么才能相信我 你 我想了想 摇了摇头 我真的不能再相信了 丽姐 我真的没有 小心还在哭 我完全不懂你的计划 的确 这个方案的技术术语太多了 连我一个理科生都特别难做 突然心里咯噔一下 理科生 许明也是理科生 大学里的高材生 现在也在叫科学 想到这几天 她的反常 我心里有了答案 不知道许明从这个订单里赚了多少钱 现在终于知道她是怎么养小老婆和私生子了 很好 非常好 我一定让你吃了再吐出来 半个月后 许明带着淤青和一瘸一拐的腿回来了 我假装关心她 问她怎么了 没事 摔倒了 她走进浴室 其实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我做了个假计划 我以为许明会找老王和老李 没想到她会找黎胖子 黎胖子是臭名昭著的流氓行当的 竞争是无耻的 也是无情的 这个计划不仅让黎胖子一分没赚到 还把之前的投资都打了水漂 黎胖子对许明自然讨厌起来了 而且我在这里成功拿下了一百多万的订单 这让黎胖子更生气了 黎胖子直接在校门口读许明 还对她拳打脚踢 黎胖子还逼着许明写下借条 让她承担五十万的赔偿金 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 因为黎胖子拿着欠条来找我 你男人欠的钱 也就是你欠的钱 黎胖子满脸傲慢 你一天不给这钱 你男人一天都没有好日子过 随便啊 我打电话给保安 谁欠你钱 你找谁 你怎么对付她是你的问题 黎胖子脸黑了 至于许明有没有钱交 黎胖子会怎么处理她 我就不考虑了 黎胖子这个人不会吃亏 她肯定会让许明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现在只想快点解决和许明的关系 小宁奉刘玲玲之命 一个月内不买房 就跟许刘元分手 当然 小宁也给许刘元留了准备的时间 哪怕只是首付 只要有房子 我嫁给 你就放心了 这么合理的说法 让许刘元无话可说 而且 两个人相识之后 许刘元花的钱 就像流水一样 据我粗略估计 许刘元欠网贷至少十万元 如果他不结婚 他将一无所获 他和婆婆又找了许明 提出要卖掉我们的房子 给他买房子结婚 无理取闹 许明最近被黎胖子逼到精神崩溃 无心理会许刘元 直接把他踢出去 你不要后悔 许刘元大吼一声 冲出家门 婆婆坐在地上 还在哭嚎 许明竟然直接拉起他的妈 死命地推门出去 电话在响 现在是许明给我打电话了 第一句话是 老婆 你现在在哪里 我弟结婚的时候 急需用钱 我们先把房子卖了 然后我付首付 买个大点的 更大 你有钱吗 有钱就不会被离胖子逼得走投无路 他现在一定已经筋疲力尽了 但是卖房子是我的计划 我当然不会反对 因为我赚钱的时候 钱都打在我妈账户上 所以许明查不出来 许明名下的两套房子 哪一套会转让 两套 即使经历了这么大的变化 我还是惊呆了很久 我们明明只有一套房子 怎么能再多一套呢 而且还是许明的名字 有错吗 是两套 店员很耐心 一套是万月社区余力里的 另一套许明独立拥有 宾和花城 宾和花城 虽然在郊区 但是房价甚至比 我们住的地方还高 我突然醒悟了 他靠卖我们公司的机密赚钱 这所房子 本来应该是属于我的 但现在不是撕破脸皮的时候 我还需要他的签名 否则 即使房子离婚了 我的财产 也还是会分他一半 重要的是转账签名 许明现在 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已经失去了理智 这是怎么回事 我还不知道 我只想快点卖掉房子 拿走我的财产 钱被转到了我妈妈的账户上 当然 买房的钱 是我让刘玲玲暂时过度的钱 我和渣男许明离婚后 会全额退还购房款 现在房子交易 只是为了保住我的一份财产 毕竟是父母的血汗钱 千万不能让这些疯子 拿走半分钱 我必须捍卫我的尊严和财产 只要住房问题解决了 就不会有其他的烦恼 交易完成后 离开大厅前 许明拉着我 亲爱的 我们现在去看房好吗 公司还有点事 你先走吧 你不是说是来交首付的吗 我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 我出去上了公共汽车 扬长而去 许明的电话一直在打给我 我只会把他拉黑 我再也不会给他一分钱了 另外 我还要收集证据 把许明告上法庭 但前提是 我要先跟他离婚 不然我女儿后半生都会被耽误 我打电话给公司律师 请他来谈谈 毕竟他在这个领域是专业的 在律师到达之前 办公室的门被撞开了 许刘元红着眼睛冲我喊 嫂子 你是什么意思 你答应卖房子给我买房子 你现在不接电话 也不把钱拿出来 你什么意思 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许刘元 你想要什么 我告诉你 不要胡来 许刘元尖叫道 我警告你 别再捉弄我了 他举起椅子 砸在了我的桌子上 我的电脑闪出火花 砰的一声爆炸了 我当时真的很害怕 我虽然不怕死 但是如果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父母和我的女儿会怎么样 真的 我还没和许明离婚 如果我出了什么事 他会是最大的赢家 保安冲了进来 四个保安用力将许刘元 按在地上 保安看着我 脸上流着汗 于总 很抱歉 吓到你了 你还好吗 没什么 没什么 我暗自庆幸自己 听了妈妈的话 没有回家 而是躲在公司里 如果在家 相信我 会很惨 于总 怎么对付他 送到警察局 只见保安队长 偷偷把许刘元的脸 按在地上 我心里笑着 但还是说 不 让他走吧 毕竟他是我老公的弟弟 保安放开许刘元 却没有离开半步 还盯着他看 许刘元不傻 马上恳求我 嫂子 我终于有女朋友了 请你帮帮我吧 我保证我以后 赚钱了 会还给你 以后 如果不离婚 我怕我以后 还会成为摇钱树 许刘元 如果这房子 是你哥出钱买的 你可以拿走 我没有意义 但这房子 是我家出钱买的 你觉得我 为什么要给你钱 因为你是许明的弟弟 嫂子 他还在恳求 好吧 你是许明的弟弟 也叫我一生嫂子 冷笑起来 我可以帮你 等你哥哥 真的没有能力的时候 我愿意付这笔钱 现在 你哥哥在花城河边 买了一套房子 花了几百万 在这个时候 他宁愿卖掉 我们共同的房子 也不愿碰半块 他自己房子的砖 他有没有想过 还有你这个弟弟 许刘元的脸 胀的通红 你说 你哥哥不愿意付这笔钱 我作为一个局外人 你强迫我拿这笔钱 合适吗 许刘元已经走了 我看得出他充满了愤怒 这并不妨碍我继续和方律师 谈财产分割的问题 在方律师的指导下 我起草了离婚协议 保留了所有证据 我有预感 这个时候 他家里有一出好戏 这一天的事情太多了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就该下班了 今天许刘元事件后 我不能回家了 我要回我妈妈家住几天 就在公司楼下 一个长头发的女人 发疯似地冲了进来 她 扑通 一声跪在我面前 求求你 求求你 救救我儿子 她出事了 尽兴她出事了 我花了很长时间 才认出是年轻的小三 我立即示意保安过来 把她赶走 这个肮脏的女人 别弄脏我 但她紧紧抱住我 拼命磕头 声音嘶哑 我也恨她 但毕竟我没有许明那么残忍 你走吧 我就不了你 只有你孩子的父亲 才能救她 没用 没用 只有你 许刘元只听你的 最后 在她的要求下 两个保安陪着我 开车送她去了 宾河花城 保安在门口 我跟着那个女人 进了房子 这房子比我家大很多 装修极其豪华 闷哼一声 客厅里 许明正跪在地上 而许刘元坐在沙发上 抱着许进兴 一开始我不明白 女人也跪在地上 二哥 我求求你 孩子是无辜的 请你放过她 你大嫂 我已经请来了 这时我才看到 许刘元正拿着水果刀 在小男孩 许进兴的腰间 这孩子哭得 都失声了 许明不停拍弟弟马屁 求着他放孩子走 这房子是给你的 真的是给你的 放开进兴 他是你侄子 既然你替我想好了 你为什么不搬走 许刘元问许明 我们马上搬出去 这房子真的是给你的 晚了 许刘元说 我不要房子 我要五十万 马上给我 许明看着我 你什么意思 这个时候 还想让我买单吗 我有点怀疑 许明的脑神经不正常 但是呢 等等 为什么我觉得不对劲 他们是故意为我表演的吗 毕竟他们是兄弟 况且许刘元离开我公司 已经四五个小时了 这出戏不可能是刚开始 不好意思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我不想再待下去了 我转身要走 但我感到身后一阵冷风 一声条件反射的叫声传了出来 王队长 我进来时故意没锁门 王队长一脚把门踢开 另一个保安踹了许明一脚 保护了我 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无话可说了 法庭上见吧 可恶 都是因为你 许明擦了擦嘴角的血 骂了许刘元 你太失败了 快放我儿子走 许刘元盯着许明 突然举起刀 在尖叫声中 许明捂着腹部倒在血泊中 而许进兴 以一种奇怪的姿势 倒在沙发下 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 很快 许刘元因故意伤害被逮捕 他用那把刀捅了许明 胃酸腐蚀了内脏 会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手术等着他 上帝是宫廷的 他的罪虽不至于去死 但活着远比死更痛苦 但是在婚姻不稳定的家庭里 年幼的孩子又怎么能逃脱父母的伤害呢 现实生活的摧残 让我的心隐隐作痛 这场悲剧的幸存者是谁 我婚姻的失败 他们父子的悲惨命运 还有婆家 不都是生活给的痛苦吗 既然已经相遇 就要勇敢面对 你犯下的错误 也应该由你自己承担 即使是痛苦和绝望的 但毕竟 无论是谁犯了罪 都应该赎罪 宾和花城的房子卖了 即使房子没有我的名字 但是这钱是夫妻关系期间获得的 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出于人道主义 我也没有要这笔钱 全部用于父子二人的医药费 这是我最大的善意 其他的事情需要自己解决 我不是圣女 我不能照顾这个世界 所以 以后他们所有的苦日子 我自然不会再付出一分钱 我已经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作为无过错方 法院依法判决离婚 我也得到了女儿的抚养权 离胖子每天跑到许明妈妈家要债 还在村里发传单 说许明是道德败坏的大骗子 两个儿子 一个被捕 一个重伤 即将被抓 唯一的孙子也成了残疾人 母亲受不住这样的打击 彻底崩溃了 每天跑出去抱别人的孩子 被村民打了无数次后 她丈夫终于把她锁在家里 就像在监狱一样 许明的小老婆 失去了儿子 也默默地消失了 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 哪里会有什么好下场 无非是寻找下一个 许明 被生活再次教会如何做人 不要做狗 生育工具或男人的玩物 善恶中有报 天道好轮回 这些渣男 恶心的人 报应迟早会来 只是时间而已 我卖了房子 这次我真的卖了 打扫房子的时候 翻出一份保险单 许明意外险 保额高达一百万 受益人是我 余莉莉 我犹豫了一下 果断地点燃了打火机 燃烧的火焰在我眼前舞动 仿佛在警告着我 在这个世界里 做人不能太贪心 真的会害了 别人也会害了自己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个故事再会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